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网视频 我是尖美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贫富悬殊 但是 你知 我知 做官的事都知道 喂 贫富悬殊 明显是社会问题 要解决它 不是有得它 放在这就算 问题是 香港的贫富悬殊问题 不见有改善不得止 不少市民更加觉得 情况越来越严重 有研究所针对市民对香港贫富悬殊问题看法 展开了研究 结果发现 约六成受访市民都认为本港贫富悬殊问题严重 与五年前相比 认为现在香港的贫富悬殊情况 已经有所改善的受访者 只得13.9% 少得阴功 认为与五年前同样的 即是无辟无进步 有49.6% 最糟糕的是 有32.4%的人士认为 现在的贫富悬殊问题 比五年前更差了 不知这样 数据更加显示 约四成受访市民 目前的家庭收入根本不足够 或者紧紧足够 应付日常开支 上网查一下 每个港人一个穷 然后按回年份排序 你会发现 二十年前左右 六个港人一个穷 跟着数字就开始下跌 不是后面的数字 而是五个港人一个穷 4.5个港人一个穷 前年甚至有报道指 四个港人一个穷 怕现在的数字可能更低 是啊 不是后面的数字 而是前面的 受访者普遍认为 造成贫穷的原因 和社会因素有关 例如制度不公平 资源租垄断等 超过七成半的受访者都认为 港府应该可以做得更多 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而当中最需要认真搞好的 三大范畴就是 公营房屋 教育和医疗 政府在这三方面 做得不够 什么就是 公屋轮后策经常被弃弱 中国万里长城 建屋本身不够效率也算了 监管上又是造就租户滥用资源 本部日前踢爆了 有租户非法出租公屋单位 网上这类招租征本的告示 已经洗版了 港产官僚做事了没有 还是满足于一万九几宗举报 有约六八宗属实 然后对上法庭罚一万几千 换形约光年 认罚有没有阻害力 有没有需要检讨 不提高罚质加热而不得 有人觉得直播率那么高 不滥用公共资源 对不住自己 而与此同时 又有居于不惜撤居所的市民 等上楼等到 颈都长 霸占公屋人士 早期包租公包租婆去也 劏房户继续勾在劏房慰木室 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这个正正就是其中一个 加剧贫富懸殊的例子 至于教育 正如曾经就住香港教育问题 著书发表意见的陈美玲所说 有经济能力把子女送进私立或国际学校的家庭 有更多选择更优质的教育和较少的压力 反观未能负担额外费用的家庭 子女便要面对更艰难的环境 的确 香港甚至曾经出现过 有官新名流 为了更好地培育两个儿子 直接搞了一间私立小学 Thank you Daddy 若然港官肯在教育上下功夫 收集有经济能力家庭的子女 和不是很有经济能力 甚至是严重缺乏经济能力家庭的子女 他们在接受教育时的差距 不要搞到小朋友这么贏在起跑线而已 留意 不是说要全部所有东西一律看齐 而是起码不要令有钱人的子女 出习一支箭 经济能力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子女 转弯有点善 那缺乏经济能力家庭的子女又怎样 回来看不见 那只是做到相对公平 对不对 说到医疗 贫富懸殊更加是不用多说了 有钱人不舒服呢 是看医生 穷人病都死死去公园 那些并不是叫做看医生 正确应该是叫什么 库医生 由你take action 想说要看医生 去到真是排期轮到你看 那个漫长的等待 不像暴弹夫妻仔吗 公营医疗人手短缺病人伦后经历 服务水平有待改善等主办问题 当局肯认真搞 甚至大刀斧斧进行改革 那星斗市民受伤病困扰影响工作的情况 哎呀 肩痛 肩不痛 都可以得到改善 手停口停的时间大大缩短 是不是又可以正常开工赚钱 不用搞到自己这么贫 只不过 贫富丸殊情况 你知 我知 港官都知 但知道问题 不代表会解决问题 就连市民大宗 都不是很看好 未来会有什么改善 调查发现 对于未来五年贫富丸殊情况 只有21.4%受访者认为 将会有所改善 认为五年后 都是跟现在一样 这样的衰样 没变的 有38.8% 认为会需要多几钱重 达到29% 即是超过六成七人 都不觉得港产官僚 可以做到什么有违东西 改善贫富丸殊 怪吗 想要改善贫富丸殊 有一个大前提 对普罗市民来说 就是贫富丸殊 但对月薪三四十万元 人工高福利好住大屋 子女海外留学看医生私家的 生活在云上一样 不食人间烟火的 港产官条来说 从来只有负贫懸殊 连问题都未有认清 市民又怎样解决 好了 大家对今集节目下来有什么看法 是like 搞错 还是吃花生 投票告诉我们